字幕提供 畫面中可以見到這輛白色七人車 車尾位置出現烈火 霧出大量濃煙 屋寸低層的單位都被濃煙覆蓋著 有圖人見到都急步走避 但畫面仍然見到這兩位男士非常鮮定地拍照 現場看來這麼大風,真的要小心點 事發是星期四下午接近一時 大部蝴蝶村,真蝶流地下 三輛私家車及一個環保斗起火 消防節報道場,派出一條喉及一隊煙霧隊在場撲救 沒有人受傷